两两两 两三 三 我将破损后的节气衣模型 和完整地做了对比 发现还有六处需要修薄 其中一处是连接处锻炼 我们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方法 才能修好节气衣 什么味道 是霸鱼 哦 古语时间 山东有送鲜霸鱼 给老丈人的习俗 霸鱼跳 丈人笑嘛 哇 这么大的霸雨 你外公外婆一定喜欢 我们应该再加些点缀 这样更有仪式感 不如让丽春试试 哇 这能行吗 只要漂亮就可以 你肯定行的 春生 哇 嘿嘿 技术品啊 果然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想法 真好看 吃不饱 还得出来找什么小甜瓜 这小甜瓜能让我恢复力量 没找到不许回来 就到了 这是小甜瓜 它圆圆的 和老大美食宝典里的一模一样 水水润润 甘甜你还带着 辣味 甜瓜不是甜的吗 怎么还有辣味 天生 你困了吗 吃个小甜瓜 就罚吧 不吃就不吃呢 生气对身体不好 你别跑 你别跑 好甜啊 好甜啊 那才是小甜瓜 快跟上 你这也太慢了 你这也太慢了 烈羊 水上好了 不行 又怎么啦 古语茶是二春茶 此时采摘的茶很细嫩 不能直接用滚烫的热水泡茶 得等水温降到八十度 立东 我看等着古语茶泡上 古语都过了 立东 我这儿有温水 这个温度真好 立下 五语茶温凉去火 你要多喝点 水又凉了 火牛 你能再打些热水来吗 没问题 我体温高 正好能给水加加热 那 那刚才泡茶的 难道是你的洗脏水 味道 味道还不错吧 呱呱呱呱 呱呱呱呱ar 呱呱呱呱呱 天兽地兽这两个家伙 一定要躲哪儿偷懒去了 还是得我亲自出马 诶 这甘甜 这香脆 一定就是小甜瓜 谁啊 敢偷吃我的瓜 老大 结瓜 你们要去哪儿啊 老大 我们去给你摘瓜去 快去 我感觉有什么力量 正好练练手 把这些甜瓜都遵守 老大 别啊 老大 这都是活鬼 我现在力量倍增 还使得不了它 大惊小怪的 你们可真能吃 刚刚还在平都外公家吃了霸鱼 你也没少吃啊 是有点撑了 好多人拍到井瓜基地 突然下了一场大冰雹 可天气预报说 今天是晴天啊 一定又是年兽 那我们快去结齐基地 找丽夏 丽东 会合 抓年兽去 把神器拿回来 热燕 立夏 打不着 你先换眼 立秋 推演出年兽的位置 立秋 年兽的最后一排挂架 要把冰雹都融化 立夏 我来帮你 年兽跑下第三排挂架了 老大 接着 这就叫自食其果 立东快帮忙 就明你也想抓我 老大威武 老大加油 我来召风扑也帮忙 幕后相依 节气归位 竟然找帮手 偷袭气死我了 偷袭气死我了 偷袭 鼓宇哥哥 你来了 太好了 快跟我去抓年兽 等等 还等什么 我睡了太久 把使用魔法的苦诀给忘了 每年公历的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间就到了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 鼓宇 这是初雷 在北方 鼓宇是中霜的象征 大部分初雷都出现在鼓宇节气 鼓宇也是雨生白骨的意思 这时候 田中的羊苗初叉 作物新重 最需要雨水的滋润 玉米棉花等都在茁壮成长 冬小麦也进入了抽碎洋花的时期 但是 鼓宇前后早晚的气温还较低 大家要防止瘦冷 不要淋雨哦 这段时间天气比较潮湿 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适合吃香蠢 蠢香爽口 营养价值高 还有春笋 也很不错哦